张五哥,你这个名字起得正好啊 五哥,五哥 谁见了你都得叫一声五哥呀 张五哥人都马了 心说皇上你可别再叫了 我代表我全家谢谢你哈 皇上,您就给奴才改个名吧 改名?为什么叫改名啊 你说为啥要改? 我爹没文化 随口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占便宜没够的名字 现在进宫犯了忌讳 吓得我只敢中午出来上班 因为早晚要出事 你想到哪儿去了 朕是羡慕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啊 朕多想这个时候 有人叫朕一声四哥呀 永正之神一人在血中独行 像极了他此时面临的处境 年更遥解傲不逊挂了白领 老十三继劳成疾得了重病 李卫天文静治理一方阻力重重 老十四心胸狭窄不堪重用 偌大的紫禁城 竟找不出一个贴心的知己 如果老十三哪天真走了 以后就再也没人叫他一声四哥了 而更可怕的是 坏消息接踵而至 年更遥才刚死 他妹子年秋月就不行了 永正对杀年更遥的行为有些后悔 所以对秋月的怜悯也就多了几分 四爷 秋月 我是四爷 是皇上来看你来了 永正侧身摆手 示意纯元 不要计较这些 秋月 是我 是皇上 简短的称谓变化 诠释着年秋月不同的人生轨迹 迷迷糊糊的一句四爷 说明他在病梦中还幻想着自己是当年拥王府里那个敢说敢笑的丫头 而清醒后的一句皇上则说明他的灵魂又回到了那个为了制衡年更遥而被命运束缚的年飞身上 年秋月紧紧抓住永正的右手迷迷糊糊的央求道 为了不让秋月病情加重 永正曾病太监宫女 不得将年更遥的死讯告诉年飞 听着年秋月的哀求 永正的心里五味杂陈 短暂的清醒后 秋月又再次进入迷离状态 他违逼双眼 嘴里一直低声的沉饮 永正的内心寒冷刺骨 他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秋月还是没有忘记吴死道 他更没想到自己就算归为天子 却依旧免不了满头青草 这边是年飞爱上了谋式吴死道 另一边却是甄嬛爱上了老时期云里 我永正到底造了什么孽 当亲王时我是孤臣 做皇帝后我又成了寡人 看到永正一脸悲伤 春元皇后就劝他想开一点 实在不行 我让我妹一宿来宫里陪你唠唠家长 皇上你要多保重 永正没有答话 给了药碗便一脸木讷的准备离开 不料下一秒 身后就传来春元惊恐的呼唤 秋月 秋月 秋月